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已经视约了超过三年的时间 不少人在染疫之后 都出现一些后遗症或者并发症 其实对于心脏病患者 感染了COVID之后 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病发症或者后遗症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 曾志愿医生跟我们讲一下 曾医生你好 你好,Phoebe 首先想问一下医生 其实在讲一些心脏病患者 症患之后会不会有口痛或者心跳快等等的问题 或者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后遗症出现? 你的意思是COVID症症患之后 是的 其实说真的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 如果症患之后 其实它长远来说 它出现问题的风险都会比正常人多些 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些心跳不舒服 或者有些甚至心口痛等等 明白 其实会不会除了心脏病患者 本身有这个问题 或者其实正常人都有机会心脏出现问题? 有的 其实首先这么说 除了心脏病患者之外 其实很多正常没有观心病的病人 中了COVID症患者之后 一样有我所说的心跳快和心口痛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心跳快的问题 不一定是关心脏自己本身的 当中了COVID症患者之后 肺炎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 心脏病患者之后 心脏病患者之后 所以它就会帮助多几下 你就会觉得心跳多了 那有没有说 比例会不会很多呢? 就是多不多人 因为这样的心脏有不良的影响? 其实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我真的见到多了很多病人 是因为心口痛和心跳快来看的 但大部分检查之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反而本身有心脏病的病人 他真的会多了不舒服 因为本身心脏已经有些毛病 再加上肺炎又差了 对他的身体货荷大了 他们就会更容易更多不舒服 有这些不舒服呢? 其实会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很严重? 可能走几步路会气喘 或者可能做运动会困难? 有啊 尤其是那些有心脏病人 或者严重到有心胞脊髓那些 可能就算他治疗之后 他的心脏功能也不立刻可以康復 他可能一段时间 甚至或者永久地 生活的状况的功能上 都会被病毒影响 可能以前他做运动也没有问题 但现在可能走几条街 已经觉得气来气喘 甚至严重一点 可能坐在这里都会觉得 有些气喘 对脚又会肿了 那其实会不会这些病症 就是医癌的检查 或者可以怎样治疗? 通常你说中了COVID之后 有不舒服 我们都会建议和他做些检查 当然 基本上我们做一个身体检查 就是和病人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检查他有没有心脏衰竭的迹象 如果进一步要检查 可能我们都会和他炎一下血 做一些心电图的基本检查 如果想看看心脏功能有没有差到 譬如中了心肌炎 心脏功能弱了 那我们要做一个心脏超声波 心脏超声波就是 塗些啫喱在心口上 好像孕妇照BB 照一照心脏 大概5分钟就照完 你会见到心脏功能 中间隔大小的心法 究竟会不会被新冠肺炎影响到 另外如果你说担心心脏 可能血管有阻塞 那么新冠肺炎有机会 增加了心脏病毒的风险 所以有时都可以做一些素描 去照顾血管有没有问题 我们都要对症下药 看看心脏的情况 是怎样被新冠病毒影响到 比如说心脏衰竭那些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被药物去控制 因为现在很多新的药出了 是对心脏功能有帮助的 如果你说吃了药 都未改善得好多 甚至有些仪器 像起薄器那样的仪器 就可以在心脏上 帮它起薄得好些 令到心脏功能 希望会好些 再重要一点 可能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些 很年轻 有些心脏功能没有翻转 可能会考虑一些 心脏移植手术 这些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如果你说 因为新冠病毒影响了 他有心口不舒服 我们发现了他有冠心病 可能我们就会 和他看看是否严重 不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也是吃了治疗 如果严重的可能 需要一些通波仔 或者达调的手术去帮他 那最后 想问医生 其实 现在处于一个 后COVID的时代 我们有没有说 如何可以强健我们的心脏 如果真的中了新冠肺炎的病人 他康复了 也见过医生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应该就适可而止 来做一些运动 当然 最理想的是 一个星期 有150分钟 一个中度的运动 做一些大洋运动 但不是个个 纵原新冠肺炎的病人 都可以一开始做到这么多 可能要慢慢开始 一步一步的锻炼上去 最重要是适可而止 大家也可以跟着 刚刚医生说的建议 一起锻炼身体 今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